这小子 怎么会有如此强悍的斗鸡 老家伙 没了身体还能这么顽强 不愧是文明大陆的要尊者呀 凭你想夺老夫的灵魂 没那么容易 是吗 你还真当本护法好对付 竟然必须将你牵纳回魂殿 变住对你的灵魂 可是岂敢信决 魂殿那些对付灵魂的办法 确实对我十分不利 那是宗主和硝烟 那硝烟不过窦王巅峰使力 是怕已经断气了吧 小爷 是小爷 云山 云山老贼 我当年说过 一定会后悔 让我苟延残产地逃走 这笔债 我硝烟尽了三年 今日 我尽数奉还 哪里跑 这一拳 先替我不是打的 这是替我死去的小家俗人打的 这是为了害我大哥 他突然打的 这是为了害我二哥 消灭将军打的 来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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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爷 打下去 小爷 打下去 小爷 打下去 哪要 小家的血债 必须有人来偿还 师祖 是老宗主 是老宗主 不愧是斗宗强者间的 战斗啊 火莲那般近距离的爆炸 若是换成我们 恐怕已经奄奄一息了 我还以为萧嫣 不能再使用了青色火焰了 原来是留着当后手 年轻人要懂得抓住机会 萧嫣身上的能量 好像随着时间推移 越来越弱了 老混蛋 你竟然要杀我 那我也不会让你好过 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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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想对我动手 我是云兰宗宗主 云兰宗的声誉 我必须维护 而且云山是我的老师 我不可能看着你伤害他的 你认为今日若是我落在他的手中 能有活命的机会 对不起 我作为宗主 不论如何都必须时刻维护宗门的声誉 我不可能看着云兰宗的名声 被你终极 或许在你心中 我与云兰宗比起来 根本就是微不足道的吧 小心 你斜朽了 小爷 云兰 以你的身份竟然出手偷袭 你也好意思 快杀了萧炎 趁他现在实力锐减 快杀了他 云兰 若是放他离去 日后云兰宗 恐怕真的会毁在他手中 所以即使背负骂名 你必须在今日将萧炎击杀 不管你是云枝还是云蕴 日后我们再也没有任何关系了 这东西还给你 云儿 还不动手 你在等什么 云山 今日这一场 我硝烟铭记在心 以后定要十倍讨还 云兰宗众位执事 长老听令 立刻带队追击萧炎 他体内有我留下的特殊印记 不可能逃脱 抓住他 死活不论 我以云兰宗第八代宗主之命宣布 从此之后 将之列入云兰宗追杀名单 死命 至死不休 老师 你还在吗 小家伙 这次情况不妙啊 连续两次使用佛怒火莲 负担实在是太大了 若非是你给我服用的七幻青灵型药力甚佳 恐怕我又得沉睡了 这次的确是第四莽撞了 我知道 你这孩子对家人很是在意 不然以你的性子定然不会这般莽撞地闯上云兰宗 不过这次你也无需太过担心我 人这一生总会为了心中的一些东西 拼了命地去追寻或者守护点什么 这个心中的东西就是情 有了感情才能成作真正的人 谢谢老师 我们之间还用讲什么感谢吗 不过当务之急是要尽快离开云兰宗的实力范围 先前云山那一集 在你体内留下了一块能量印记 现在的我灵魂能量消耗过多 无法再像以前那样帮你 只能尽量溢住印记散发出的波动 避免云山感应到你 既然这样 我们还是希望魔兽山脉躲避吧 若不将这身伤心养好 恐怕连逃都成了问题 哈哈哈哈 虽然你这次受伤挺重 不过既然为师已经苏醒 自然会让你以最快的速度恢复 嗯 小家伙 轮到你掌控身体了 嗯 我还没好好谢谢你呢 之前真的是帮了我大忙 不过 也是让你吃了不少的苦到 嗯 还是你这个小家伙可爱啊 可不像那个凶女人 先前的大战竟然一直袖手旁观 有人过来了 现在的你不义与人动手 你的气息游浮不定 实力似乎有着提升之桩 看来这段时间的大战 对你好处不小 赶紧找个地方疗伤静养 不要浪费这提升实力的时机 我能感应到东南北三面 皆有云兰宗的搜寻队伍 所以我们只能从西面离开 小心上方闪略的身影 那些家伙大多是云兰宗的长老 遇上他们可就麻烦了 云兰宗 云山 我们的梁子看来是彻底结下了 希望时候你们不要后悔 这里没有 到前面看看 这次叫诸位过来的原因想必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云山赶在我们之前成功晋级了斗宗 他所展现出的实力 海国都跟法老也是有目共同 简单来说 就是加码帝国云兰兰宗的天平已经适合了 你现在加码皇室的实力 已经无法压制云山了 师兄 我们追击得这么靠前是不是有些惊急了 硝烟那家伙连老宗主都可以重伤 我们这些小辈 你慌什么 那小子同样被我们老宗主所伤 那老人家交代过 硝烟的力量并不属于自己 现在正是取得性命的绝佳之计 老宗主还说 所有参与截杀硝烟的弟子 都将会被破格晋升为直士 并且还能自由选择一本玄机高级功法以及斗技 是魔兽 准备杰剑 是魔兽 准备杰剑 到这儿 这里倒是个绝妙之处 在武器的遮掩下 就算有人在上面飞过 也很难翘出端倪 小心 没没有东西 放心吧 吞天蟒可是上古易兽 一般的魔兽嗅到它的气味 便会心生恐惧 更何况现在的吞天蟒 也有着窦王级别的实力 怪不得 按理说 现在的我已经进入魔兽山外的身处了 可却并没有遇见任何魔兽的阻拦 原来是脱了这小家伙的福啊 不过那些来追寻你的云兰宗队伍 则是没有这般好运喽 该死 不过那些人 好 啊 看来这小屯天王 已经把这片领地的首领给驯服了 不愧是上古异兽啊 还好有你这小乔子 不然以我现在的状态 说不定就栽在这了 果然受伤不轻 这才使用了几下紫云翼而已 体内便翻腾成这样 可能要先睡一下了 现在可不是休息的时候 老沈 你先压制一下紊乱的体内 我来练制一点给你治疗内伤的丹药 必须让你最快的速度恢复 不然实在太危险了 还好你小子存了不少药材 老师所言不假 我现在受伤不轻 体内的局势紊乱 但现在体内气血尚浮不定 的确是实力提升的前走 一会儿把它扶下 这样体内的伤势应该便能彻底痊愈了 你这段时间所服用的三文清灵丹 药效太强 你根本没有完全吸收 反而是更多的药力沉淀在了体内 这般淤积下去对身体并不好 这丹药被我掺杂了古灵冷火 老师 你回来了 真好 体内淤积的药力蒸发出来 这一次你便借机吸收吧 至于实力能提升多少 便看你自己的造化了 我这段时间不在 你体内出了不少毛病 那落毒也是个狠东西 等你先将伤养好后 我再想办法帮你解决吧 原来长老 据前方师兄们回报 校园已经进入了魔兽山脉深处 那里高级魔兽众多 我们的人损失惨重 一群魔兽何足畏惧 飞行部队随时听从我等的指令 伤我老宗主 回我宗门杀我大长老 小燕 这仇云蓝总是非暴不可